美国通胀率依旧居高 促使美联储收紧减息的速度 外界原本预测 今年落实的降息一个百分点 很可能会推迟到明年底 本地一些市场观察家因此认为 我国的高房贷利率环境 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间靠近市中心的一卧房市公寓 租金是每月4000元 其实比屋主开出的低了500元 随着更多公寓要出租 房屋中介说房客更难找了 新单位竣工也意味着 今年将有更多的租赁供应进入市场 屋主们不得不调低租金来吸引租客 房屋贷款利率又居高 这也意味着屋主们将蜡烛两头烧 因为受访的房贷专家认为 本地住房贷款利率下降1%的目标 原本有望在今年底前达成 但由于美联储预计推迟降息 可能要延后到明年年底才能够实现